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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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长的一些功能 因此呢 特别是目前咱们的一些主流感 等等各种传染病的出现 那么说明我们地球也出了问题 出了疾病 那么从宇宙来说呢 宇宙呢 这个和谐方面出了问题 比如说恐怖主义和一些战争 这个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也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整对的这些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进行了一些研究 发现了一个使这些人体地球宇宙 重新回到辉煌 健康成功高质量 有没有文明和谐 这个一个法则我们发现了 所以你讲的这个 对 这是一个你很想完成的梦想 所以讲到现在大家比较实际的 大家知道经济在复苏 压力很大 工作找不到 它怎么样帮助我们普通的人 在这个精神层面上 或工作上比较有所帮助呢 在核观论 核观宇宙学 核观宇宙的法则 它就是帮助人 怎么能够走上一种健康 怎么做事成功 怎么能够减少压力 怎么能够用宇宙的能量 资源 智慧 信息 和对事情的操盘力 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来解决地球不能解决的问题 先讲核是核子 核 核能的核对不对 核 观是观卡的观 是 核是核心的核 观是观卡的观 核观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万事万物 这些小宇宙当中的一个通帅系统 通道力 它决定着 本体的生死 这个成败 臣服和勇物 它是起这么个作用 核观 所谓核观就是这个通帅 不畏 所以在帮助人的方面 健康方面 你的意思是说 他找到了一个人体的 开关打通之后 我们就会迈向成功健康的路 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 那么在我们人体来说 如果说 你这个 把你的核观系统 physical的核观系统打开了 就要怎么把核 把核养得很旺盛 观打开了 你的身体就可以强健起来 你都可以内脏 这个健康起来 同时呢 能够接地气 能够接天气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天地人合一的健康 这是physical body 另外从精神方面呢 你就会得到宇宙的一种智慧和信息的时候 你精神就很愉快 非常的calm 就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是不急躁 没有什么stress 而且呢 非常平稳地处理一些事 而且非常理智地处理一些事 因此呢 从这个无形的方面呢 如果打开了关以后呢 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大帮助 当然这个 有精神变物质 精神健康了 你身体 这个物质 这个physical body 就会更健康 讲到这边 我知道是不是也因为你这个理论 所以你也开办了一个最新的大学 你现在手 已经有两所大学了嘛 对不对 是的 我们现在这个核观宇宙大学 是5月30号正式开学 这是第三所新的 这是第三所 它是在这个国际医药大学 这个核观大学的基础 建立起来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学府 那么被这个加州 在加州正式注册 那么它的目标主要是培养 这个 这个 special的MBA 和这个doctor degree computer science 这个MBA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degree 西沙场 谢谢大家